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知询 知哀啦 大家好 我是金知全医师 今天就来开箱动软 那越来越多人注意动软这件事情 软子的品质啊还有数量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那怀孕也会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 越来越困难 那既然是这样 那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不赶快动软还在犹豫呢 那我们今天就为大家解决这些疑虑 我需要动软吗 动软的族群主要分成三大类 那第一种是法律限制型 第二种是未雨绸缪型 第三种是医疗需要型 那法律限制型是指单身的女生 她们想要自己生宝宝吗 还是就是同性伴侣这一种的 其实目前如果是台湾法规来说 不管是单身女性或是同性伴侣 她都没有办法去做后面动软的一个使用 会在台湾先动软再出出国外 这样子的做法可以减少工作请假的一个天数 那未雨绸缪型呢 如果是还没有生育需求的女性 或者是说是单身的女性 可能因为求学啊或是工作的关系 她需要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生育计划的 她就可以先选择动软 或者是说她已经结婚了 可是暂时没有生育的需求 那她就可以先把自己的卵子的动下来 那再来一种是晚婚的情况 那变成是生第一胎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晚了 那真的要生第二胎的时候可能已经接近40岁了 那就希望是先预留一个比较年轻的卵子 万一比较困难怀孕的时候可以做食用 最后一个医疗需要型 是指卵巢早衰的女性们吗? 对没错就是有一些女生很年轻 可是她有卵巢提早衰退的状况 那就可以先把卵子动下来 或者是说虽然卵巢功能是正常的 可是她后续需要接受一些医疗行为 比如说化学治疗 那她有可能会影响到她的卵巢功能 那就可以先使用动软的方式 就是把自己的卵子先保存下来 这三个族群里面 谁会比较有急迫性呢? 法律宣制型嘛 然后跟医疗需要型 因为已经有这样的需求了 就是马上做 越早做她后续的成功率会是比较好的 第二类的未雨绸缪型 那一般来说到整间我们会评估两项 就是卵巢的值跟量 那就是用年纪还有mh来做评估 那35岁以后卵子的品质下降 所以我们要达到一样的成功率 就会需要比较多的卵子数 其实现在动永远都是比未来动来得好的 所以卵子品质还是会比较好 动卵怎么做?要花多少时间? 客户说就是工作很忙 那动卵真的是很麻烦吗? 其实不会很麻烦 但是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动卵的流程是 月经大概第二到第四天 开始使用刺激卵泡的一些药物 从用药到取卵大概会需要十一到十三天 整个疗程中会试情况回来一到两次 所以整个回诊加上取卵大概会落在三到四次 打排卵就会提早更年期吗? 那这个问题很常见 我们请金医师帮我们来打破这个错误的迷思吧 女生的卵子消耗是一直持续在进行的 是一批一批在消耗 那至于这一批到底是有几个 依照每个女生的卵巢的存量是不一样的 在没有用药的情况下自然周期下一个月经周期排一颗卵 那我们去取卵是把那些本来会走向雕王的卵子 一起让它有成熟的机会取出来被我们利用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其实是把本来会萎缩掉的卵子取出来 我们并没有办法动到我们真正原始的那个卵子库 所以中年期并不会提早发生 取卵手术有风险吗? 取卵手术它毕竟是医疗行为 那只要是医疗行为就一定有它相关的风险在 比如说像我们在取卵的时候会是麻醉的状态 包括在恢复式的期间我们全程都是有麻醉科医师在旁边 那有些人对于麻醉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那如果说有这些不舒服的状况发生 就可以随时的去处理 那可以详细就是说明一下 那个取卵手术是怎么进行的吗? 我们是用针去把卵子从女生的卵巢取出来 那所以身上其实不会有伤口 可是有针孔在肚子里 只是看不到 那取卵过后呢 因为毕竟是有用针去取 它还是会有一些针孔的初血 大部分的女生针孔初血 它是可以自己止血的 但是这些血呢 在我们肚子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刺激物 会觉得肚子会有点刺刺不太舒服的不适感 那所以我们术后可以搭配不用一到两天的止痛药 减少这样的不适感 当然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初血量比较多 需要到输血的程度的 但是这个情况都是非常少见的 什么是卵巢过度刺激症? 那有些女生持染后 她们会出现卵巢过度刺激症 那这个又是什么造成的人 如果真的是有遇到 要怎么去缓解这样的症状呢? 卵巢过度刺激一般会发生 都是在卵巢反应比较好的女生 我们在打药的过程里面 很多卵子同时长大的 所以身上的刺激素突然拉高 那经过一连串身体的反应 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血管的通透性会变大 水分会从血管跑到腹腔 血管里是缺水的状态 那有些人就会恶心想吐啊 腹脏啊 甚至尿量减少等等的不舒服 一般来说 卵巢过度刺激在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随着食积素下降 就会慢慢的缓解 那如果说真的有发生 我们会在术后回诊追踪 看一下卵巢过度刺激的程度 有时候我们会搭配一些点滴的给予 或者是抽腹水 减少负压 冬卵会变胖或水肿吗 体重有可能会增加 不过它的原因是因为水分的滞留 在疗程结束 持激素将到正常之后 水分滞留的状况就会慢慢消退 那我们谢谢金医师今天的分享 让更多人了解冬卵这件事情 那如果大家还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我们可以看完下一集哦 如果有其他问题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让我们知道 冬卵不是人知事是与你有关的事 拜拜